你好 欢迎收看5月20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矿石税在5月15号县议会进入二三读的时候 议长才是严审 为了让矿石税能够在县议会尽快的通过 县长徐真卫在20号下午临时前往花联县议会拜会议长 由于张骏公务繁忙 有副议长潘岳霞以及五位议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县长徐真卫表示 希望县议员能够支持矿石税 副议长则表示说 议会是合议制的 要尊重每一位议员的意见 由于是临时通知 许多议员是不知情的 也让拜会的行程并没有达到沟通的效果 矿石税议题在5月15号持续延烧 回关系出现了嫌隙 为了去还辅会的裂痕 现在许正卫临时通知媒体 要前往花联县议会拜会议长张骏 并且带领着副县长蔡云皇 副秘书长张云华和各局处首长 由于议长张俊工帮忙 由副议长潘元霞和其位议员接待 议长有约好今天下午3点 花联县政府团队来拜访议长 那刚才11点在县导部 也再次跟议长有碰到面 议长也说欢迎我们在这里 跟花联县政府跟花联县议会 在第一期会之前 我们也希望议会能够多多支持 尤其是花联县政府第五级财政 连续9年 在财政这么艰困之下 我们都能够年龄还债 而在现在两次的临时会 再加上定期会即将到来 也希望议会能够多多支持 花联县政府的各项预算 特别是在我们矿池警官特别税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早来让它通过 以为未来影响到花联县政府 很多的我们的建设 来自于教育社会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也要特别的 拜保议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 各位议员多多帮忙 多多支持 谢谢 实在和谐本来就是我们在推动的秘密 那我们因为也是整个33位议员 就是一个来自三乡镇所有的精英 那大家也知道 我们县长非常卖力在退现证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营造更好的新普花联 这是一定的 那很多何医师的一个公司 还是要交给我们33行李员 大家一起来做检测 所以议长 待会有办法改回来吗 还是顾议长代表 那现在刚好凤林跟寿峰那边的一些居民 一直催促着他 那所以叫我来先接待大家 欢迎县长 那大家要开搭配之前 那我们也会沟通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 33行议员大家都很团结 那我们的局处长也每一位都很优秀 把我们的县政一步一步往前走 有一次欢迎县政府临时通知 大部分的议员们并没有面对面的沟通 虽然县长有意来说明 不过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 记得终于欢迎视频道